新冠病毒是通過ACE2 也就是血管緊張書轉換酶2 這個受體來進入到我們的宿主細胞 它的分布是很廣的 當然我們主要受累的是我們的肺部 但其他器官還是會受累 我們在得了疾病以後 就是我們的這種器官 病毒對它進行了攻擊 那麼它的修復是需要一段時間來修復的 脂脈癢能夠穩定在95以上 它的心率基本上能夠穩在60到100次之間 這種情況下來說是不用太緊張的 這種說明你的即便是有新冠肺炎 它的病造範圍也是很小 是不需要特殊治療的 但是對於有高位因素的人群 尤其是老年人 除了堅持止脈癢和心率 同時需要觀察他們的精神狀態 如果出現精神狀態不好 甚至出現意識改變也需要及時就診 不管是什麼病毒 在恢復期的時候都要禁止劇烈的運動 最起碼在心肌炎 好發的一到三週之內 咱們盡量是以休息為主 防止出現心肌炎 嚴重的不適 甚至出現猝死這方面的一個情況 恢復到三週以後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的症狀 咱們逐漸逐漸把咱們原來的習慣的運動 恢復過來 但是逐漸加量 也經過一段的時間以後 你才能恢復到完全原來的負荷量 最好讓我各方面身體的不適 明顯改善了 就是我不會覺得疲勞 我沒有特別明確的咳嗽 這時候再被孕 可能對媽媽和寶寶來說會更好 如果已經懷上了的話 除非我們用了一些明確的治疾的藥物 就是沒有必要因為我在發生懷孕以後 得了新冠去終止人生 從小的病人從我們臨床上看來看 有 但是不是很多 那麼這個情況當中裡面 有可能是二次感染的情況 反映病人的抵抗力沒有完全的恢復 在這個過程當中 注意抵抗力的恢復這件事情 其實蠻重要的 我們傳統上來講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勤運啊 有這個好多時候同事都會放假 放假的過程裡面 是一個休息的過程 不要因為這個放假的過程 讓自己變得比平時更加的疲憊 所以我覺得在生活方式調整它們 也是非常重要